為了減少航空碳排放 法國政府二十三號正式宣布 國內只要能夠運用火車 在兩個半小時以內抵達的路線 就取消相關航線 也是全球創局 法國政府二十三號 發布禁止短程國內航班的法令 也就是搭火車 不到二點五小時 就能抵達的距離航班 即日期取消 以減少該國的碳排放 不過轉機航班不受此限 法國交通部長博恩指出 此措施旨在鼓勵使用 更環保的交通方式 並認為此乃全球創局 強調其在因應氣候變遷 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問題上 至關重要 但批評者認為 這項措施象徵意義大於實質 禁止短程航班對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影響 微乎其微 而為了阻止更多碳排 英國石油與殼排公司遭環團 包括綠色和平 倫敦無化石燃料組織等 二十三號大鬧股東會 一百多名氣候人士打斷 新任執行長薩萬的開場致辭 其他人試圖霸佔舞台 之後有數十人被阻擋並請了出去 數十位氣候人士越過網子坐在階梯上 日內瓦機場表示停機坪的騷動讓飛航暫停 現在已經恢復過沒多久 就在附近舉辦的歐洲最大私人飛機展授會 歐洲商務航空展遭來自十七國約百來名氣候人士中斷 兩處都有人姿勢被捕 環團要求大幅減少航空運輸及廢棄排放 禁止私人飛機就是第一步 機場發言人表示將對製造騷動的相關人士投訴 因為光在一小時內就有七架飛機無法起降 公視新聞黃韻林編譯